老板 这个全品吗 完整的 多少钱 1500 1500 4500 4500 4500有点搞不动了 这个虽然许太好 但4500 有点超出论知了 那我们就看看吧 看看就好了 多少还行 一个民国精品 这种样式有点像纸沙虎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这种虎有点像纸沙的这种状态 确实做的还好 你价格能多少一点不 这价格有点太紧了 3000 老板 这个圣地虎 叫什么虎 圣地虎 圣地虎 就是它我觉得是防紫沙的那种样式 少不了多少 少不了多少 最低4000 这价格有点太高了 搞不动就放这里吧 确实虎还不是 民国的老的 民国就有化学金不知道啊 不是民国的老给打1万块 你看这个是什么 我考考你 这个小东西放在后面不敢放了 所以市场上很多无知的人 他说这是假的 不过这个金呢 确实它不是那种本金 倒不是吧 它确实偏一点民国化学金 但是不是假的 所以好多人不懂 他跟我打赌说赌1万块钱 你别看紧的这种人 懂点磁器 但是这种人不懂 你做东西 让他无知 这是很典型的民国的东西 非常典型的民国 好多人一看这个化学金 他说这是假的 567也有化学金 他无知是好事给他 就没有漏给他捡了 是啊 有漏的时候他就捡不到了 行吧行吧 我们也走了 我东西倒懂 那么价格我搞不懂 我我主要也是 我买东西是因为价格问题 东西我都懂 这里面全是民国 这个是567的 这个是偏好晚一点的 行行牢牢 我们还是看得懂 刚才那个老兄是好意 他说我不要买 他说新的你不要买 他说了我那时候看我东西 我给他买5片一家一家 反正他也不买 你5倍10倍 反正他也不买 他也不懂 说的话要有理由 我们也会听一听 没有理由就 他也是好意思 好意思 他也是怕你买错了 一个好人 好人不一定是懂的人 你知道吗 好人只是心好 他可能专业上不懂 很好玩这个事情 就刚才我在见到这个胡的时候 一个大哥 好心的说不要买多的心